女人一看事情败露 当即就要先下手为强 却被罗奇一掌推倒在地 原来这个女人并不是老板娘 而是土匪金大葵的妹妹 人送外号金钩子 因为土匪们早就包围了饭店 为了逃出生天 他们决定将计就计 用金钩子做筹码 逼金大葵放他们离开 可金大葵却说要和他们谈谈 随后他独自走进客栈 只要金连说出曹飞沐的入口 就把他们平安送回家去 可金连哪里还记得 眼看谈判谈崩了 旁边的丫鬟也不再装蒜 直接端起了桌上的枪 原来金大葵早就盯上了礼府 在半年前就让侄女潜伏了进去 就是为了今天这致命一击 这时罗奇突然大笑起来 说他知道曹鬼飞沐的入口 金大葵赶紧凑过去 罗奇 好处有你一份 一份 我酒馋量大 没办坛子 不听使唤 好 算你一半 走 很快一行人就走进了陵墓 里面烟雾缭绕看不清人影 在金大葵的命令下 土匪们开始凿曹贵妃的棺材 这时罗奇却让金大葵过来 你说的 好处一人一半 我这一半 吃喝不了 你那一半 可不够塞牙缝的 收拾 金大葵一想有道理 就给亲信使了个眼色 不出三分钟 一大群土匪就剩下几个了 随后几个亲信也被解决 然而当罗奇打开棺材后 眉头突然皱了起来 三兄妹就这样打了起来 金大葵不愧是大哥 很快就打倒了弟弟妹妹 可当他冲到棺材前时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 疯癫的金大葵以为是罗奇搞的鬼 就和他打拾了起来 外面的李小姐也找到机会 在小姐妹的配合下 悄悄解开了手上的绳索 解决了看守他们的土匪 随后冲进了曹贵飞幕 一枪解决了金大葵 金连看着空荡荡的棺材 突然放声大笑 影片也到此结束